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硕大的包装盒 做的简单大方高识别度 一如既往的Ansys酷黑包装风格 盒子正面右下角明显的标注着Truth Gaming的字样 Truth Gaming是华硕最新的游戏硬件系列 是华硕GSTATX系列主板之后 针对电竞硬件市场 再度进行调校的轻奢级电竞硬件 要成为电竞特供硬件 过硬的素质是基本门槛 华硕Truth Gaming全系列硬件 供电部分的元器件 都使用了均归认证的Truth电感 Truth电容和Truth晶体管 在减少热量产生的同时延长了寿命 为硬件的高效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掀开包装盒的盖子 上层是保修卡 APP设置指南 快速使用手册 下层就是路由器的主体部分和配件 特别惊喜的是 附带的网线是CAP7 系列 屏蔽万兆网线 取出路由器主体部分 路由器的顶部正中央是Truth Gaming Logo 这个Logo应该是藏有玄机的 展开6根WiFi天线 其中有2根是2.4G的天线 4根是5G的天线 我们再来看看路由器的背部插口分别有什么 由总到右依次是 电源接口 电源键 USB 3.0插口 四个千兆网口 最右边的千兆网口是游戏专用端口 最后是一个蓝色的Web接口 路由器的底板 是一个巨大的散热口 看样子这台路由器的发热量是不小的 底板的中央标注了这台路由器的具体数值和地址信息 我们给路由器通电 准备进行下一步路由器的设置 接通电源 爱开电源2秒后 中央Truth Gaming Logo开始闪烁 代表路由器 已通电开始启动 如图连接好网线和电源线之后 通过电脑浏览器 端进行初始设置的方法如图 按照流程操作即可完成 十分简单 如果想通过手机APP设定 首先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安装Acer Surrounder APP后 再进行初始设定 具体方法如图所示 路由器初始化设定完毕后 我们开始测试路由器在不同频段 不同距离和穿墙厚度下的传输速度 首先第一阶段 先测试2.4GHV Wi-Fi 4的速度表现 Wi-Fi测试前 我们先用路由器内建的测速工具 测试一下路由器本体云特网的连接速度 以这个测得的速度为基准来衡量 Wi-Fi的传输质量 选定好要连接的测速服务器 在之后的Wi-Fi测速中也需要选择同一个测速服务器 这样才可以保证测速的标准是稳定和统一的 用路由器内建的测速工具测得的结果 是最大下半速度是424MPBS 最大上传速度是50MPBS 此时测得的速度 是我家的宽带光纤的最大带宽 进入设定项目的无线设定 网络设定 把5G Wi-Fi和160MHz频段关闭 保持2.4GHz Wi-Fi式开启状态 开始进行2.4GHz Wi-Fi传输质量的实际测试 第一测量地点是放置路由器的客厅的西南角 直线距离路由77米 测量得到的结果是最大下载速度是207MPBS 最大上传速度是48MPBS 第二测量地点是客厅隔壁屋的卧室东南角 直线距离路由76.4米 之间需要穿透一堵墙 测量得到的结果是最大下载速度是156MPBS 最大上传速度是52MPBS 第三测量地点是卫生间的东南角 直线距离路由器3.65米 之间需要穿透两堵墙 测量得到的结果是最大下载速度是102MPBS 最大上传速度是37MPBS 第四测量地点是北面的卧室的东北角 直线距离路由器8.8米 之间需要穿透两堵墙 测量得到的结果是最大下载速度是76MPBS 最大上传速度是18MPBS 第五测量地点是房屋北面的厨房的东北角 直线距离路由器9.3米 测量得到的结果是最大下载速度是78MPBS 最大上传速度是40MPBS 第六测量地点是房屋北面的书房的西北角 直线距离路由器10米 直线需要穿透很厚的电梯间 测量得到的结果是最大下载速度是92MPBS 最大上传速度是45MPBS 通过对2.4G和WiFi传输质量的实测结果可以看出 2.4G的WiFi虽然穿透墙壁的能力很强 但是也会受到传输距离和穿透墙壁的厚度的影响 传输效率逐渐降低 在钢筋混凝土构造的公寓楼房里 也不会体现出太多的穿透优势 进入设定项目的无线设定 网络设定 把5G和WiFi和160MHz频段再次开启 然后把2.4G和WiFi关闭 现在进入5G和WiFi传输质量的实际测试 第一测量地点 依旧是放置路由器的客厅的西南角 直线距离路由器7米 测量得到的结果 是最大下载速度 是433MPBS 最大上传速度是48MPBS 第二测量地点 是客厅隔壁屋的卧室东南角 直线距离路由器6.4米 之间需要穿透一堵墙 测量得到的结果 是最大下载速度是433MPBS 最大上传速度是48MPBS 第三测量地点 是卫生间的东南角 直线距离路由器3.65米 之间需要穿透两堵墙 测量得到的结果 是最大下载速度是453MPBS 最大上传速度是48MPBS 第四测量地点 是北面的卧室的东北角 直线距离路由器8.8米 之间需要穿透两堵墙 测量得到的结果 是最大下载速度是466MPBS 最大上传速度是48MPBS 第五测量地点 是房屋北面的厨房的东北角 直线距离路由器9.3米 测量得到的结果 是最大下载速度是444MPBS 最大上传速度是48MPBS 第六测量地点 是房屋北面的厨房的西北角 直线距离路由器10米 直线需要穿透很厚的电梯间 测量得到的结果 是最大下载速度是215MPBS 最大上传速度是53MPBS 通过对5G赫兹传输质量的实测结果 可以看出 Asus华硕的AX5400路由器的5G赫兹的 WiFi6信号 无论是在穿透墙壁和远距离传输效率上 都是能力很强 虽然也会稍微受到传输距离和穿透墙壁的厚度的影响 但是WiFi信号的衰减并不严重 在钢筋或凝土构造的150平米的公寓楼房里 六根天线的威力也体现出 Asus华硕的AX5400的强大传输实力 这款路由器是名副其实的电竞路由器 让我在家里的任意一个角落里 都可以享受高速强劲无延迟的WiFi信号 不用担心手游的网速不足延迟而导致的卡顿 对于热爱手游的我来说 这绝对算是生气了 虽然有些小小的昂贵 但是可以享受WiFi6的急速 也算物有所值 强烈推荐给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配合 相当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